有请汉红 刀狼演唱会 汉红前来助阵 实力派唱将就是不凡歌词句句扎心 台下观众热泪盈眶 刀狼演唱会 神秘嘉宾曝光 嘿 听说这个消息可真是炸裂了 相信不少小伙伴都已经知道 刀狼这个音乐界的传奇人物 即将回归舞台扮演唱会 而最大的悬念 神秘嘉宾 大家无不翘首以盼 今日就让我们一起来扒一巴 看看这位神秘嘉宾究竟是谁 还有哪些明星成了网友们的热门猜测对象 提到刀狼 大家脑海中一定都会浮现出那首2002年的第一场雪 那时总是在冬天的街道上 无意间听到这首歌 不禁让人想起往昔的岁月 心里头泛起阵阵暖流 如今 刀狼再次回归 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怀旧 更是无限的期待 他的音乐总能打动心灵 引发共鸣 而这场演唱会 则是极具个人特色的表演 火星撞地球般的悬念让大家都想知道 这次的神秘嘉宾究竟会是谁 说到网友们的猜测 近期的话题焦点无疑落在了我们的红姐身上 她就是我国著名歌手韩红 提及韩红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她不仅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扎实的音乐功底 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 更以她的人格魅力和慈善精神 在音乐界慈善行业树立了一座丰碑 韩红 这个名字早已成为了实力的代名词 她的歌声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人 从天路到美丽的神话 每一首歌曲都传递着正能量 让人感受到音乐的力量 而在慈善事业上 韩红更是身体力行 她发起的韩红爱心行动致力于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和弱势群体 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谈及韩红与刀狼之间的友情 那真是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 两位歌手在音乐道路上相互扶持 共同成长 刀狼曾在访谈中提到 韩红是她的良师一友 在她遇到困难时 韩红总是第一个站出来给予支持和鼓励 而韩红也曾在公开场合表示 刀狼是她非常敬重的音乐人 两人的友谊在音乐界传为佳话 每当提到韩红与刀狼的友情 总会让人想起那些温馨的画面 在演唱会现场 两人合唱的经典曲目让观众如痴如醉 在公益活动上 他们携手为需要帮助的人们送去关爱 这份深厚的友谊 不仅见证了两位音乐人的成长 更成为了娱乐圈中的一股清流 让人倍感珍贵 总之 韩红作为我国音乐界和慈善行业的楷模 她与刀狼之间的友情成为了无数网友心中的美好期待 让我们祝愿他们的友谊地久天长 继续在音乐和慈善的道路上发光发热 为我国的文化事业和公益事业贡献更多力量 在刀狼崛起的那段时间 全力风波不断 而这时 韩红站了出来 为朋友发声 这份一起 令人敬佩 如果韩红真的参演刀狼的演唱会 那画面简直美得不行 试想 两人在台上对唱天鹿 那一声声高亢的旋律 必定感动全场观众 让人不禁莫泪 紧接着 另一个引起网友们热议的话题便是凤凰传奇 众所周知 凤凰传奇在流行乐坛有着广场舞神曲制造机的美誉 他们的音乐作品充满了欢快的节奏和朗朗上口的旋律 让人一听就能瞬间嗨起来 无论是月亮之上还是自由飞翔 凤凰传奇的歌曲总是能在各大广场上空回响 成为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回忆 凤凰传奇的成员灵化与刀狼之间的关系也是相当深厚 据说 灵化的丈夫还是通过刀狼介绍相识的 这样的缘分让他们的友情更加劳不可破 如同金字塔般坚固 在音乐道路上 灵化与刀狼互相支持 共同进步 他们的友谊在圈内传为佳话 想象一下 如果凤凰传奇参加一场演唱会 并与刀狼同台合作一曲 那将是多么令人激动的场景 他们的音乐风格虽然有所不同 但都有着极高的群众基础和辨识度 一首最炫民族风与西海情歌的完美结合 无疑会是广场五大妈们的梦想成真 试想 当灵化那高亢嘹亮的嗓音与刀狼 深情款款的唱腔交织在一起 将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 这样的合作无疑会点燃现场的热情 让所有的观众都跟着节奏摇摆 享受音乐带来的快乐 这样的画面 光是想想就让人热血沸腾 期待不已 或许 这样的合作将成为音乐史上的一段佳话 也将成为粉丝们心中永恒的记忆 我们期待着凤凰传奇与刀狼的强强联手 期待他们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音乐作品 让广场舞的旋律更加响亮 让中国的流行音乐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再说了 云朵这位刀狼的的一门声 几乎人人都有所耳闻 刀狼对他的照顾和指导 仿佛一家人一样紧密 云朵的犀利嗓音与刀狼那饱含情感的歌声 如果两人在舞台上同台演出 可比那些豪华音乐剧还要吸引人 而在这场音乐盛宴的最后一位候选人 自然是我们尊敬的谭永林 这位歌坛长青树的地位 无人能够撼动 在华语乐坛 谭校长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歌曲 赢得了无数歌迷的喜爱 他的经典歌曲如同雷雷硕果 挂满了华语音乐的枝头 爱在深秋 水中花 讲不出再见 每一首都适时光的印记 让人回味无穷 刀狼对谭永林的仰慕之情 也是言内众所周知的事实 他曾在多次采访中表达对谭校长的敬仰 认为谭永林的音乐有着不可复制的魅力和深远的影响力 刀狼的音乐风格与谭永林虽然有所不同 但他们对音乐的热爱和执着却是相同的 假如有一天 刀狼与谭永林同台合唱 选择一首披着羊皮的狼 那现场的气氛一定会如火如土 热情高涨 这首歌曲本身充满了力量和情感 两位歌手的演绎无疑会将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谭永林的深情款款与刀狼的粗犷豪放相结合 将会是一场听觉的盛宴 在他们的歌声中 所有的观众都不自觉地跟着节奏起舞 唱出自己心底的那份怀旧情怀 那些伴随着谭永林歌声成长的一代人 会在这样的时刻找到共鸣 仿佛回到了那的充满梦想和激情的年代 而年轻一代的歌迷 也会在这首歌曲中感受到经典音乐的力量 体会到跨越时空的音乐魅力 这样的合唱 不仅是对经典的致敬 也是两代音乐人之间情感的交流 我们期待着这样的一天 期待着刀狼与谭永林的同台演绎 让华语音乐的魅力在新的时代继续闪耀 除了以上几位 大家还可能会想到了更多其他候选人 像是李克勤 林一连 甚至还有更多同样受人喜欢的歌手 神秘嘉宾终究是谁 还要到演唱会那天才能揭晓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场演唱会实必是一场盛大的视听盛宴 刀狼的音乐蕴含着丰富的情感故事 能让每位观众都感受到其中的力量 说到这里 我们心中的期待如同被点燃的火焰 熊熊燃烧 对这场演唱会的憧憬愈发强烈 无论是期待那些神秘嘉宾的惊喜现身 还是对刀狼本人精彩演出的翘首一派 这场演唱会无疑都将是一次音乐盛宴 让人心持神往 刀狼 这位用歌声讲述故事的歌者 他的声音如同山间清泉 清澈透明 沁人心脾 他的每一首歌都不仅仅是一段旋律 而是一个个鲜活的故事 承载着情感的重量 带着听众走进那段特定的时光 感受人生的起起落落 西海情歌的深情诉说 披着羊皮的狼的野性呼唤 每一首都让人仿佛身临其境 与歌者一同经历那些难忘的瞬间 想象一下 当演唱会现场灯光璀璨 刀狼站在舞台中央 麦克风握在手中 他的嗓音一响起 那将是怎样的震撼 他的歌声将穿透夜空 触动每个人的心弦 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找到共鸣 或是回忆 或是憧憬 或是感动 这场演唱会 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音乐演出 它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一次情感的交流 刀狼的音乐 就像是一面镜子 映照出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波动 让我们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遨游 释放自我 是的 这场演唱会注定是一次 不容错过的视听盛宴 它将带给我们的 不仅仅是几个小时的欢愉 更是一声难忘的记忆 让我们共同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期待刀狼用他的歌声 为我们讲述更多动人的故事 带给我们更多深刻的感动 这场演唱会 不是简单的音乐表演 而是一场情感的交流 一个人与人之间心灵连接的纽带 刀狼的音乐 可以突破语言的障碍 让不同背景的人们都能找到共鸣 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 听到他的歌 心中总会涌现出对往昔岁月的美好回忆 仿佛时间在这一刻回到了从前 让我们一起期待刀狼的这次演唱会 让我们共同见证他的音乐之旅 神秘嘉宾究竟是谁 只要在那一天来到现场 我们将都能揭示这一切 无论是谁 刀狼的音乐 歌声和情感都会让这场演唱会变得芳香四溢 不论的音乐